讲这也是个贡业,做父母会有这个贡业 是心灵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家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难得有机会 特别在感谢仁波切的加持之下 我们来聚会 早上各位听了这一堂课 这是一种实修 叫创洗,因为仁波切年纪大 所以一辈子这种思想 修行已经成为它自然的语言 那当然我认为这是我们劝缺的 所以站在我们汉传佛教大家 努力放生,努力愿共 努力办法会 努力找很多人 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碰到问题却超越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强烈的我职等等 那当然一个人要成佛 那一定要证悟 就像早上讲 听闻感受 听闻以后要去经验 所以才能够了悟 证悟 这个空性的意义在那里 那简单的,反过来说 会烦恼就是没空性 那为什么会烦恼 因为有我执 乃至法治 两种执着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 当你起烦恼 那你就错了 不管什么事情 生老病死 被开除了 今天有人拿着枪抵着你的头 叫你去吃肉了 然后你会起烦恼 那就错了 因为吃肉还小事 你起烦恼又大事了 因为吃肉不是你主动的 所以别人找你麻烦 也不是你主动的 但是你内心就随时准备起烦恼 就像说 这个墙壁不找我们麻烦 但是你不喜欢它这个颜色 或怎么样 那你自己就起烦恼了 所以 当然能够有空性 然后才真正叫发菩提心 那当然发菩提心 在藏传佛教的理论 一开始叫怨菩提心 我愿意成佛 因为我看了地藏经 很好 那你就要去实践 叫行菩提心 那可能按照华严经 很多菩萨界的戒本 六度波罗蜜 最后你才可以达到 正悟的 我们叫圣意的 菩提心 我们 汉传佛教叫明心菩提 就是你已经 有明空 早上所提的 这个专专业名字的 这种状态的 菩提心 那个时候才真正在行菩萨道 就像 地藏菩萨 实现成菩萨 让他真正的 在行菩萨道 那当然这种要求非常好 就是说 既然我们要真正 受菩萨解发菩提心 那你要找到 最殊胜圆满的菩提心 但是为了如此 所以你要 开始修慈悲心 不过各位今天 听伦佛教说 强调了非常多的 几次的 叫持无量心 那仁波切本身实践的很好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 只要他看到我们 他就笑 他就不分大大小小 给你问讯 给你牵手 当然很多信徒来过说 人波切对我很好 我说没有 他对每个都一样 不是对你这样而已 所以 因为他这个是无量的 因为他竟然强调了 他有在做 他有在做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可能没有在做 所以现在开始 假设就是说 仁波切说 他只要看你一眼 那你就要开始笑 这样了解吗 你要开始培养这样 那 因为特别我 像我 各位都知道 很多人在机场都认识我 很多出家人 我第一个就一定笑 因为我知道 我都不笑 那个叫臭浦也 那个法师 他就造口业了 但是我发现我旁边的法师很少笑 和我无关 所以我都会 这一点各位 你要开始修 就像早上讲了 来做 身俗恶重 出家也好 在家菩萨也好 在道场里面 我们是要来把奉献 身口意的给三宝 那首先我们叫修慈心 那这个慈心 早上有强调了 一切众生都是真实我们的父母 几乎很少人 也不会很少人 有人看到父母不打招呼 对不对 不微笑不赶快过去的 除非是恨婆婆的媳妇 所以 那当然是一个不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在我们道场 他书拿多也好 不能拿书也好 他 他操操闹闹也好 你还是要用微笑 爸爸失智症 对不对 失智症 你要对他微笑 他在那边大小便 你要对他微笑 因为你如果不修这个慈无量心 用这个对跟错的慈 来衡量对方的时候 那你内心又烦恼了 又痛苦了 所以 当然在这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行菩萨道 然后我们要去服务众生 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聊才来出家 或是因为家里没事 所以我来做义工 那今天在这边说 并不是跟各位说 而是说 我们各自回到我们的道场 我们应该把仁波切的 既然各位来听法了 我认为 任何一个世间的老师 讲了一个钟头的话 里面一定有五分钟可以拿来用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一点你要抓住 也就是说 就像我很欣赏仁波切讲话 他可以眼睛闭起来一直说 这个就是我师父讲的 叫自信流露 因为这个法在他心里面 对他来讲 他跟法和为一体 他不用看的东西讲 所以 而且他是在禅修的阶段这样讲 因为这是禅修版 因为仁波切的强项可能就是禅修 所以 特别是无量心的观修 这是他的特色 就像我想 每一期的善知识 他在不一样的因缘 会实现不一样的教法 就像达默祖师 他实现的是不利文字 以心传心 但是 那很多人问 为什么达默祖师不办老人院 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你不能说 我办老人院的时候 我看不起他不办老人院 因为在那个因缘时期 他必须用什么法 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在做善事了 皇帝带头 善业没问题 这些盖世庙供养出家人没问题 但是缺乏了一个空性的认识 所以达默祖师这样实现 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代 他也没有办老人院 但是在那个时代 他必须把所谓的教法 是圣地霸证到这些教法 留下来 而不是说 他为什么不圆满 那事实上我也认为 佛陀从没有间断的在轮回 在不一样的时间 去视线 这个叫对峙法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请各位来 因为我发觉我们大家劝缺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种 慈心悲心菩提心 带入进入圣观空性的 这个修行的师兄 而且我们劝切一个 任波切的微笑亲切 这样去对待别人 那当然 有人跟我说 任波切有其他人没有 你太挑剔了 你学有的就好了 你要找别人问题的话 就太痛苦了 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我们这个团体还算年轻的团体 然后 我们有这么多忠心 哪怕在世界各地 那当然各位也看得到 我们故意很努力的 在世界各地一直泡 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承担这个责任 那我想 这也是我们修行 来是各位愿意来佛教帮忙的目的 我们不是在个人的成功 而是希望 在佛教里面 能够起一个加分的 而没有负面的作用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还有烦恼 那为了要消除这个烦恼 那各位一定要真实的去修 利他的慈心悲心 发现利他的菩提心 然后让他成为我们的呼吸 保持这样的状态 以这个为前行 然后呢 又能够保持正知正念的思维 理解空性 所以慢慢我们也会达到一个 接近空性的状态 那以接近空性的状态呢 能够真正的去 快乐的去慈悲 而不是有压力的去慈悲 那个都是叫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是在正的空性里 我像观音菩萨叫大慈大悲 所以大悲座里面告诉我们 你要大慈大悲 那你要存十种心 叫观音十心 各位都会背了 在大悲座的前行 大慈悲心 平等心 无畏心 空观心 到最后的第四个无上菩提心 那各位要把这个 希望达到这样去 帮助别人 那在这一点可能要 有一点时间 我想下午等一下仁波切会 叫各位一些禅修 然后也留一半的时间 问问题 但是问题最好不要脱离这个主题 所以这一次问的问题 都不脱离仁波切讲法 或带我们禅修的内容 来 就是说因为你要去实践 你不知道怎么去实践 真正的慈心 但是事实上答案告诉我们 把众生都当做既是亲父母一样 而且他们都被烦恼 卡住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关心他们 对他们申请那种 弥勒菩萨的慈的 无量就是无条件的 无分别的 不退转的 那你要去修 你不能说 师父 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笑 你怎么叫我做呢 我这生气第一 笑最后 谁谁量第一 所以 这些都是你的习气 你要改 那我想 所谓闭关 或是禅修 它是一种生死 关的意思是隔绝外缘 所以我早上来听说 我们此地的会长非常热忱 定得非常严格 这个好 平常各位跟我在一起太好混了 所以 这一点 我想这个佛教都有它很好的因缘 一切都是一个很好的祝愿 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该严谨的时候要严谨 该轻松的时候要轻松 这是我们轻松惯的人 你要给自己定好这种功课 所以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持无量心 那各位你就要练习 在你们房间这几个人 大家讲好 眼睛看到你就要笑 眼睛看到你就要笑 就像我们看baby一样 我们做过父母的人 想要看我们就想要抱他了 就想要给他微笑 因为我爱他 特别我跟各位一样有父母 我父母眼睛看我我就要笑了 父母对我笑 他没笑我也要笑 因为我要逗他笑 那我讲的无量就是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然后就对待 但是又讲回来 冤情平等 他做错你还是要跟他讲 你不能威胁别人 所以我必须对我过去威胁过你 跟你抱歉 但是我听了这个法以后 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因为这个叫实修 所以当然大乘里面 所有的教法都是我们的戒律 就是说你要不要实践 实修 当然帮助实修 最好的方法是观修 观修是在你内心里面去练习 练习 观修持无量心 就是我对每个人都要微笑 拥抱他 对他很好 关心他 一直一直练习到你的 向由心声 产生了实际的行动 但是不能漠不关心 所以 你就要开始去练习 所以当然如果是我 我会讲 好 现在开始实修持无量心 我眼睛看了各位 你不能不笑 你就是要一直笑就对 我中头彩了 就是那个样子 这下我发了 这下你已经成佛了 你还不笑 你妈妈本来在生病 现在好起来 你那种心情很好 因为你必须由你的相去修 你的心变成你那种相 给人家那种快乐 没有压力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 事情一来的就是压力 然后就是皱眉 然后就是开始睡不着 开始什么事情都来 在理论上 我认为 藏传辅教的祖师大德 就把三藏十二部的理论 都把它整理成一个 一个浓缩的次第 大概就跑不了这个次第 但是也 这样有好处也有缺点 好处是重点 那坏处是 所有人都卡在这里面 所以对于 广大的精脏就不深入了 因为他就在这条路上面走而已 而且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一生成佛 大家都来拼吧 好像你没有达到圣义体 空性大手运到圆满 可能在学院里面会输人家 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 但是我们汉人可能不太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大众 社会大众 所以前行叫世俗体的菩提心 对我们更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带信徒走路 世俗菩提心 每天去做三十礼拜供养 七字供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停在这个阶段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这种空性圣义的菩提心 这种平静 但是只是因为众生父母是这样 对不对 现在爸爸妈妈连吃素都还没有 你不能跟他谈这个 要谈放生谈戒杀 先谈这个 对对方是如此 所以对自己不能说 对不起我要修这个 不要跟我讲话 我要闭关 那你又捨弃了众生 那又违背了慈悲心 所以我想观修跟实修 对我们汉传跟藏传解释不一样 我们的实修是面对群众 面对群众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但是我们理论不扎实 因为我们浩瀚的经典 有时候你抓不到重点 然后呢 藏传福教的祖师把这些重点 中科巴大师 阿提甲尊哲 甘波巴大师 莲花生大师 都是不是这个道次第 大概不太会离开 这简单的次第 所以 但是问题是 你要把它拿来用 而且仁波切这方面表达得非常好 实修 我敢讲 并不是说他私底下是一个天天笑的人 但是他面对到别人 他就可以表现非常亲切 关心 然后私底下他蛮严谨的 所以 但是这是他已经习惯了 所以很多人愿意亲近他 也可以说 你现在最 最容易亲近的善知识 而且各位都听我讲过 事实上 我认为 也很多善知识认为 他就是几天送空尊者的 圆满的转世 所以意思就是 你就直接接触到 这位正如空性圆满的祖师 所以 当然 在这一点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把他的人性上 以及他的教法的精髓 入你的心 那你要重复再重复 但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的话 我会 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三日法师 刚刚仁波切 早上讲了 请你用15分钟描述一下 这样 你不要说 等一下我看一下书 所以各位 你不做笔记可以 但是你要背下来 你背不下来 你要做笔记 你不要把它听完就算了 然后 如果你叫我讲了严谨 下回你就不能参加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这么做 只想做一个汤匙 那就没意义 吸收不了营养 所以就要认真 然后一下课少讲话 各位你们 很多人说以前 不要讲这边的教法以外的事情 就是说 要么你就很认真 要谈就是谈 他们说尽量不要讲话 那一点 他刚刚讲什么 我问那个地方 没记清楚 就像早上我听到 理解的空性 感受的空性 我听到了 理解了 感受的空性 我好像没听清楚 但是感受的空性 还不究竟 后面还有一个圣意的空性 体正的空性 没有你这个 找不到理由再问 再问就好了 但是 但是我一定要 去了解 然后呢 因为要去正道 希望自己要发愿去正道 因为这些都是成佛的质量 所有都是成佛的质量 所以 当然所谓世俗的 菩提心这个前行 痴心悲心 菩提心 这个叫三书圣 这个就是前行 正行是空性 结形回向 那藏传佛教这些次第 很好 那你拿来用 然后加上这些观修 特别一开始讲的这种 心绪要达到无分别的状态 一体的状态 这是佛教的重点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分别 这个对 我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这个都 这个都没法达到心绪的平等 早上还有一句话 三藏 所有的三藏经典 都是在对峙我们的我之烦恼 这句话你要根本 那我们的我之烦恼 根本就是我们的无名于赐 但是众生都为了这个在受苦 所以 当然 各位要抓一个自己 这些重点 然后一直用在自己 所谓禅修 就是重复 习惯 习惯在没有我之的状态 所以 就像地上菩萨的 横河沙定 那是一种慈悲观修 了解众生的苦 所有众生的苦 我怎么去帮助他 所以 而生起这种 时时刻刻利他的心 当然 这也是进入空性 最好的方法 快速的方法 那等于说 我们 虽然大家在忙于这些 事项的 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不能忘记 如果忘记了 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想法 来解释佛法 或者是做佛教的事 做出自己的个性来了 也变成说 每一个中心 每一个道场 好像都有他 人的个性 在这里面 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我们要 舍弃人 入这个法 而不能把人的个性 习性带入这个法 那这个会 就输掉了 所以 特别利他的过程 一定要断除这个习性 个性 所以 当然在这一点 我们也会把 今天我们 这位康部 多杰康部 很专业的 很仔细的 翻译的非常好 这个各位你要学 那已经翻译好了 你又如何去 讲给 像各位法师 你们不一样的中心 千万不要这么烦 那我就是负责唱 我负责念 我负责戴 但是 这个也不是负责任 因为 我觉得你听了这个法 部分在家出家 你就有责任 把这个法 带给所有的 你认识的部分 在家出家的人 不能说我不讲 也不能说我不懂 因为 这是一个理论上 我听到的很好 我们一起来共修 但是你要把这个 带给他们 为了带给他们 那当然你要去 录影带掉出来 要从头整理一次 然后 这样就传 这个藏传佛叫好 就好在这边 它叫副讲 你听三知识讲了灌顶 那你就有资格 副讲 而且你也要副讲 就一个一个传下去 那我们汉人就比较 不那么强调 因为每一位法师 可以用他个人的特色 善小方便去接引众生 最后达到一样的目标 那当然可以 但是我认为两套都要 因为我们 事情做久了 讲久了 就像各位早上这样听 你如果认真 订里面的法 太好了 那这次你平常也听不到我说 我也不会讲这么深 但是 这些你要把它吸收下来 因为你重复多一点 再加上我们平常的 喜欢做干露事实 焉供 放生 也把这个法给带进去了 带着信徒修福报 同时 我们也要给信徒这种法 但这个法就有压力了 既然我叫人家修持无量心 那你自己怎么不持呢 你要给自己压力 你要展现微笑 而不是展现严肃 严厉 但是因为有些人习惯了 我喜欢严肃一点 讲人家的缺点 但是你这样就违背了事无量心 所以 这样对自己也没好处 所以要把 听闻到的就当作 自己的戒律 当然我们要是修 归在佛前 忏悔过去的不辞 现在佛的加持 让我能够这样去做 所以里面有一段话非常好 有时候一般讲见地 那各位可能你叫 这个见 正见 佛教女人最怕邪见 这个见 到底未来事情都还在 因为你认为这是自然 比如说孝顺父母 他本来就自然的 谁也不知道 这个叫见地 所以邪见 动物可以杀 这变邪见 不信因果 他说天生本能自然就是这样 见地就是密纵 这个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心没有对立 没有二元对立的感觉 入于等词 平等 我们叫三妹 入于等词 所以 当然经常这样修 可以达到 将各位打坐的时候 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 可以偶尔这样 那这就是密称的重点 跟我们在念佛 一样 希望念到众生都是佛 没有分别 那这个讲到没有分别 那我们就要检讨自己 当然这些境界来了 你愿不愿意修这个三妹耶解 就是说我在见地上 对我好我也对他好 对我不好我还是依然关心他 修持无量心 你要保持这样 所以 那你就有一个正见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叫见修行 首先你要知道你 你为什么会修行 我是为了出力心而修行 为了菩提心 为了正空 你要把这个当作你的主题 虽然事情有很多复杂 很多逆境 但对不起我不能够离开这个主题 你不能生气 你不能骂人 你不能对立 这个人骗你的情